圆圆的大眼偷着一股神秘细细红红的三角皮 让人忍不住想要抱着它 拥有它 但这个娃娃却是灵媒华伦夫妇 上千件驱魔案件里最邪恶最恐怖的收藏品 当中发生许多怪事 直到今天依然还是未解之谜 恐怖闹鬼的鬼娃娃 它会害人会伤害你 但是这个娃娃你只能把它放在玻璃柜里 而且你绝对不能对它乱说话 因为它可是会杀人的 相信喜欢看恐怖片的朋友们一定都知道 以系列油温指人导演精心制作的恐怖电影 有几部是以安娜贝尔娃娃作为创作的题材 可是在现实当中 真的有这么一个闹鬼娃娃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 到底现实中的安娜贝尔长什么样子 究竟又发生了什么诡异的现象 后来被拍成了一系列的恐怖电影呢 1970年一位母亲到附近的玩具店 想要买一份礼物送给自己心爱的女儿唐娜 在玩具店里逛着逛着看了很多玩具 可是都没有找到自己认为女儿会喜欢的生日礼物 突然在一旁的角落 看见一个拥有圆润大眼睛 红红的三角壁 看起来惹人疼爱的布娃娃 母亲就想要把这个布娃娃 送给自己的女儿作为生日礼物 因为女儿唐娜在家里也有收藏娃娃的喜好 所以母亲下定决心后便购买了这个娃娃 用来送给女儿作为生日礼物的 生日当天母亲为唐娜准备的生日派对 而且唐娜邀请了自己在大学里的朋友到家里一起庆祝生日 唐娜和平常人一样唱过生日歌后 接下来准备吹蜡烛一起吃蛋糕聊天 突然妈妈在唐娜吃着蛋糕的时候 就拿出了自己从礼物店里购买来的可爱娃娃 送给了唐娜 唐娜一看见妈妈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 马上拆开了这个包装盒 哇这个娃娃很可爱我很喜欢 唐娜说道 妈妈看见自己女儿非常喜欢自己送的生日礼物 也感到非常的欣慰 后来唐娜把娃娃放在自己的床上 每天晚上都会抱着熟睡 这个娃娃可以说是唐娜那么多礼物里最喜欢的生日礼物了 所以唐娜给这个娃娃取了个名字叫做安娜贝尔 然而一个从礼物店里买回来的娃娃 怎么会在后来变成了让人毛骨悚然的灵异鬼娃呢 是娃娃的来历不明还是当中发生的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呢 有一天唐娜因为上大学的路途遥远感到不方便 所以她便搬到了学校的宿舍里和朋友们一起居住 刚开始的时候唐娜依然照常了上学放学做功课 但没过多久唐娜却察觉娃娃仿佛有生命似的 似乎有什么让人难以解释的事情就要发生 某天下午当她放学回到宿舍里时 发现娃娃的姿势怎么不一样了 好像有人动过似的 本来早上出门前 她还记得自己明明是把娃娃躺着摆放 手脚挺直向前 可是当唐娜回到宿舍时 娃娃却双脚相互交叠 双手也交叉摆放 空气里弥漫着诡异的氛围 后来更是发生更怪的事件 他们开始发现地上出现一些用铅笔写过的纸条 上面写着一些奇怪的话语 想救救我 救救我们 唐娜和室友们吓得偷皮发麻 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起初唐娜认为可能是有人偷偷把我进了宿舍里胡搞的恶作剧 但是偏偏每样东西家具都毫无动静 后来唐娜更是发现娃娃常常还会自己移动并改变摆放的位置 种种的不寻常让唐娜察觉了不对劲 于是她在室友们的帮助下找来了林梅 某天唐娜在室友们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了美国某一个林梅的家中 唐娜和室友们一起和林梅开始了同龄仪式 刚开始的一切没有什么动静 过了一会 林梅在进行着同龄仪式的桌子上 像着冷魔式的不停的喊着安娜贝尔安娜贝尔安娜贝尔 过了不久林梅又平静了下来 唐娜和室友们被吓得鸡皮疙瘩 心想着林梅怎么会喊出我们宿舍里娃娃的名字呢 事后林梅向他们诉说是新一切的来龙去卖 原来唐娜的母亲在玩具店里买回来的可爱娃娃不是什么灵异的物品 但问题是处在唐娜一家住着的那栋公寓里 在公寓还没兴建之前 有人在公寓建造的这片土地上 发现一具七岁小女孩的遗体 照片中这个小女孩在七岁那年遭到残忍的杀害 因而灵魂无法得到救赎 并且附在了唐娜的这个安娜贝尔娃娃里 想要和唐娜他们生活在一起 林梅的这番话把唐娜带进了超自然空间 对此她深信不疑 但是唐娜的一个男生朋友罗德却嗤之野鼻 她不但瞧不起安娜贝尔还常叫唐娜 把这个娃娃给丢掉 然而某天的午休时间当罗德正在睡午觉时 却梦见安娜贝尔娃娃爬上她的床 夹着她的脖子 事后她在近乎窒息当中梳醒过来 而且胸口还多了无法解释的抓痕 同时安娜贝尔娃娃的手上 更是出现像血迹一样的物质 这些诡异现象让罗德认为 恰她脖子的就是安娜贝尔从此不敢再瞧不起这个娃娃了 起初唐娜的室友们认为 只要不冒犯自己的娃娃 安娜贝尔就没事了 随之后来诡异的事情不但变得更加严重 灵异的现象更是陆续变多 这让唐娜和室友们 再也忍受不了种种灵异现象所造成的形成上的伤害 于是大家在联系到了灵媒进行通灵仪式后 灵媒判断死在宫地里的安娜贝尔附身在娃娃上 是希望得到关注 但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夺取唐娜的肉体 借以还阳的 于是唐娜便找来了远近闻名的著名驱魔人 华伦夫妇 当华伦夫妇一看见这个娃娃 便说这个娃娃是邪恶的 不应该留在唐娜的身边 所以华伦夫妇便决定将该娃娃带到自己的家中 进行驱魔并放在自己家中的灵异博物馆里看管 与人类隔离以免他再继续害人的 可是恐怖的事情来了 这当华伦夫妇将娃娃带回家里的路途中 竟然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恐怖现象 汽车因为一些不明原因多次抛锚打花 现象还生 还有好几次竟然冲向这个悬崖 最后华伦夫妇经过了好几次的死里逃生 终于成功把安娜贝尔娃带回家中 并请来了神父进行驱魔的仪式 在刚开始的驱魔仪式中 安娜贝尔娃娃还是反抗 并多设在华伦夫妇的灵异博物馆内 制造一连串的怪事 但最终他还是抵博驱魔的威力而被缝命起来 事后神父为了不让这个邪恶的安娜贝尔娃逃脱 经过与华伦夫妇的讨论 特别制作了一个拥有神圣力量的玻璃柜 把安娜贝尔的安置在里面并在玻璃柜的下角写着 危险千万别靠近的告示牌 以避免其他人发生意外或者恐怖的事情 但这股来自安娜贝尔娃娃的恐怖力量 真的仅靠一个玻璃柜就得以锁住吗 有一天华伦夫妇的博物馆来了不少的参观者 但是万万没想到一个来自外地的游客 走到封印安娜贝尔娃娃的玻璃柜前 竟然对着娃娃出言不逊甚至嘲笑 起料三个小时后该游客发生了交通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 那名游客参观完华伦夫妇的灵异博物馆后 便骑着自己的摩托车 往回家的道路行驶 路途却撞向了路旁的一棵大树 难常毕命 然而这是意外 是巧合还是这名游客出怒了安娜贝尔娃娃 没人知道 灵异学家至今只明白一个道理 不要不信邪 千万不要挑战恶魔或者离世之人的亡魂 小男常常都说了 我们必须要抱着敬畏之心去对待他们 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安娜贝尔娃娃的故事可以观看 一部于2014年9月29日上映的恐怖惊悚电影《安娜贝尔》 内容述说一个小女孩得到安娜贝尔娃娃后 发生了一连串的恐怖怪事 2006年8月23日 灵媒华伦夫妇中的爱德沃伦离世了 她的妻子洛林沃伦感到非常难过 十几年后随着光阴的飞逝 在2019年4月18日 一个宁静的夜晚 洛林沃伦也在家里与美梦中安详 由于华伦夫妇都是灵异博物馆的看守人 谁知 在网络上就有人发布了一些帖子 内容是说 安娜贝尔娃娃因为华伦夫妇的离去 那股邪的力量也再次苏醒 华伦夫妇已经不能再镇压安娜贝尔娃娃了 而且安娜贝尔娃娃已经逃离了封印她的玻璃柜 也有网民说他们在路上看到了安娜贝尔娃娃 于是这件事情瞬间引发了众人的恐慌 那你们觉得安娜贝尔娃是不是真的逃出玻璃柜了呢 看到安娜贝尔娃的事情是否又是真的 过了不久 华伦夫妇的女婿托尼斯佩拉看到了大家都在为安娜贝尔娃逃离的事情担心 于是她就马上到这个灵异博物馆里查看 她一踏进灵异博物馆的门口 便觉得一股阴阴沉沉的氛围 在台楼一看 安娜贝尔娃却依然呆在那看起来神秘 却有着看不见力量的玻璃柜里 事后女婿托尼便发布了一支影片到网上告诉大家 别担心安娜贝尔娃没有逃走也让大家不必担心的 那么究竟安娜贝尔娃这股邪的力量是否会随着花伦夫妇的离开再次苏醒 到了今天仍然没有人知道 但是小南在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 对于鬼神之说我们还是要抱着敬畏的心 好的这期内容就说到这里了 请继续支持优质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南 我们下期见啰 这期命案的主人公是10年49岁的林春丽 而案发地点也正是在林春丽所追逐的德福花园 德福花园位于港铁九龙湾车厂盖 于1980年至1982年分阶段落成入火 他与附近的牛头角桃大花园及德宝花园 被合称九龙湾三宝 是当时九龙湾置业日本的楼盘 而林春丽